我们得知朱婷能够回归国家队 我觉得我们也是非常欣慰 朱婷归来 中国女排再速辉煌的关键 5月21日 中国女排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归来者 朱婷 她与队友庄宇山一同抵达澳门 与中国女排会合 为即将到来的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战 进行最后的磨合备战 这位曾经的新人 如今已成为中国女排再速辉煌的关键人物 11年前 朱婷在澳门首次代表 中国女排出战国际大赛 便以惊人的表现成为得分王 那时 她还是一个不满19岁的新星 但已经展现出了成为顶尖球员的潜力 如今 11年过去 朱婷已经站在了世界女排的巅峰 她的归来 无疑为中国女排注入了强大的信心 朱婷的职业生涯可谓辉煌 她帮助中国女排 赢得了里约奥运会和世界杯冠军 并在多个国际大赛中荣获MVP 随后 她开启刘洋之旅 在吐超豪门瓦基夫银行效力期间 斩获了多个冠军头衔 成为世界女排球员中身价最高的球员 然而 东京奥运会上的伤病困扰 让朱婷陷入了低谷 经过长时间的康复和心态调整 她终于在意大利女排联赛中 找回了最佳状态 本次是联赛澳门战 中国女排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在争夺巴黎奥运会资格的关键时刻 她们需要击败荷兰 日本等 同样在争取奥运资格的对手 而朱婷的归来 无疑为球队增添了巨大的胜算 她的进攻能力和保障能力 将为球队带来重要的支持 成为左右比赛结果的关键因素 然而 朱婷的使用问题 也给中国女排主教练蔡斌出了一道大题 蔡斌从未和朱婷在国家队合作过 如何充分发挥她的能力 成为她需要考虑的问题 同时 中国女排也没有过 派遣未参加封闭集训的球员 出战国际大赛的先例 这意味着朱婷需要尽快与球队磨合 适应新的战术体系 在接下来的八天时间里 朱婷将与全队进行紧密的和联 虽然她已经离开球队将近三年时间 但她在意大利女排联赛中的出色表现 证明了她的实力 球队需要她打保障的公主 接入传时 她可以做到 球队需要她成为进攻强点时 她也能挺身而出 然而 与这支中国女排的默契度 还有待磨合 不过 无论如何 朱婷的归来 都是中国女排的巨大利好 她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 也回到了她熟悉的战场 对于她自己和中国女排来说 这都是一个巨大的希望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朱婷的带领下 中国女排将在未来的比赛中 取得更加出色的成绩 为国家和球迷们 带来更多的荣誉和喜悦